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一段话一直非常喜欢 到了一定的年纪我们终将明白 这个世界最苦的不是黄连 而是咽回去的眼泪 最累的不是腹中的肩膀 而是难以喘息的心 同样这个世界上最有力的不是高亢的宣誓 而是一生不想的沉默 有些人不喜欢沉默这个词 觉得他很憋屈 因为一个人只有遭遇了生活的暴击 才会丢掉一身轻狂 变得沉默寡言 不可否认 有些人的沉默是因为无奈 有些是出于妥协 但真正的沉默是看清之后的不争 是看透之后的不言 一 看淡是件事 修得平常心 少年时总是会很在意别人对自己的看法 听到闲言碎语就耿耿于怀 被误会就急于争辩 遇到一点委屈逢人就说 经历的事情多了 越来越喜欢沉默了 生活是自己的 不必过给别人看 不必在意别人的看法 有时候说多错多 沉默比解释更有说服力 人生看透不如看淡 好事坏事最终都会成为往事 不必过于执着 看不惯的人默默转身就好 放不下的事学会淡然处之 绕不过去的心坎 学会释怀 人生数十载 在漫漫时间长河里不过短短一瞬 回过头一看 再大的事儿都是小事儿 又何必耿耿于怀呢 南淮锦曾说 三千年读史 不外功名利禄 九万里悟道 终归失九田园 人生最难得的是修得一颗平常心 得也罢 失也罢 沉默已对 凡是看淡些 过眼云烟事 都赴笑谈中 二 放下过去是放过自己 以前 心里有苦总是四处 找人诉说 后来越来越喜欢沉默 越来越不想说 因为放下了 放下过去就是放过自己 看过一个故事 一位苦者向禅师问道 我总是放不下一些人和事 禅师说 这世间没有什么是放不下的 苦者说 可我偏偏放不下 禅师让苦者拿着一个杯子 禅师往杯子里面倒热水 水满了溢出来 苦者被烫到 马上放开手 禅师说 痛了自然会放下 人生总会经历一些欺骗 伤害 甚至辜负 如果一直苦苦纠缠下去 受伤的终归是自己 放下不是原谅伤害你的人 而是对自己的温柔 不拿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 风流不再谈丰盛 袖手无言 畏最长 对于那些欺骗 伤害辜负你的人 沉默是最高的轻蔑 放下过去沉默前行 才能在山崇水浮一无路后 遇见柳岸花明游一村 抵达你想去的地方 三 左右不了的就随缘吧 从岁月中走来慢慢明白 世上很多人和事是我们左右不了的 命里有事终须有 命里无事莫强求 左右不了的就随缘吧 这些年走过风雨坎坷 有过累也有过痛 有些事不可触碰只能沉默 有些人无可奈何只能沉默 看过了人心叵测选择沉默 随缘而化也是一种洒脱 越来越沉默是因为越来越成熟 不如意识时长八九 不可能事事顺心 无法左右的只能顺其自然 不抱怨 不恼怒 不强求 不愤怒 让它随缘吧 三毛曾说 人生冷暖正如花开花谢 不如将这种现象想象成一种必然的季节 悲欢离合喜怒哀乐 就如人生的四季不停流传 随缘自恃方能不乱于心 不愧于情 不畏将来不念过往 有缘急着无缘去 一任清风送白云 学会随缘才是放下烦恼的第一法门 有人说没人在乎你怎样在深夜痛哭 也没人在乎你要辗转反侧 熬过几个秋 外人只看结果你自己独撑过程 等你明白了这个道理 便不会在人前矫情 四处诉说以求宽慰 当你越来越沉默 是一种成熟的标志 是生活教会你的内敛和淡定 也是对别人最大的谦让和宽容 往后余生 愿你静默淡然随于而安 宠辱不惊 闲看亭前花开花落 去留无意 漫随天外云卷云书 有些话不想说 以前心里想什么就会说什么 逢人就说 拒拒掏心 但是后来 经历生活的坎坷波折后 就变得越来越不想说了 不是没话说 而是没人懂 不是没有情绪 而是你知道多说没有意义 有时候你心血来潮 跟对方倾诉 只要一点宽慰的甜药水 结果却等来一盆冷水 你是不是太敏感了 多大点事 至于吗 又或者嘴里说着我懂 但所有的安慰都显得隔靴搔痒 我想一个人长大的标志 就是深刻意识到 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所谓的感同身受 生活是冷是暖 是苦是甜 只有你自己最清楚 哪怕关系亲密的人 你也会有觉得孤独不被理解的时刻 而成长就是要升级新的过滤网 如果你非要把自己的悲欢寄托在别人身上 注定只能频频失望 后来走着走着 我们都学会了留一份沉默给自己 不再刻意的伪装 不再着急的倾诉 更不再生死历劫的争辩 交信的话说给懂你的人听 这样的人或许不多一两个足矣 而那些不懂你的人呢 就不必多费口舌了 在这些人面前 一万遍倾诉也换不回一句贴心话 说多了反而还会成为别人眼中的笑话 所以与其抱怨不如沉默 踏踏实实的过好自己的生活 有些话不必说 年轻的时候总是特别喜欢跟人诉苦 一旦遇到不如意的事 必定会拉着父母朋友讲个不停 但是年纪越大 却越来越喜欢沉默的感觉 因为有些话不必说 为了生活 谁不是尝变心酸呢 只不过有些人呼天抢地 垂胸顿足 而有些人则学会了咽下委屈和泪水 逼自己强大 后来走着走着 我们都学会了留一份沉默给自己 不再向别人哭诉 自己有多倒霉多不容易 而是慢慢地把嘴闭上 因为只有小孩子遇到事 才会找人诉苦 成年人都只是默默地扛 活在这个世上 每个人都是自顾不暇 如果你幸运的话 当你沮丧时 懂你疼你的人 会递过来一把伞 但他们也只能递给你一把伞 毕竟生活是自己的 我们总要学会一个人走进风雨 扛过所有的男 六 有些话不能说 有些话说出口不如沉默 无论是陌生人还是亲朋好友 与人相处 总有些看不顺的事 也总有些不可避免的矛盾 这个时候有一条准则 要时刻紧记心中 能够说的一定要说清楚 不能够说的就应该保持沉默 尤其是生气的时候 人会说很多气话 你可能只是想要发泄一下情绪 但说出去的话 就是泼出去的水 再后悔也是枉然了 毕竟现实生活不是网络 没有撤回键 让我们选择 刀疮一去 恶语难消 有时候能真正伤害到人的 不是刀子 而是伤人的话 人生浮沉 天知道有多少话脱口而出后 就成了一生都无法弥补的遗憾 后来走着走着 我们都学会了留一份沉默给自己 不该说的不说 不该问的不问 即使不得不说 也要在开口前多一份思虑 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有为自己说过的话 负责的能力 每说一句话之前 也要想一想 自己的这句话 能让问题更好地解决吗 如果不能 那就把嘴闭上吧 开口说话 人人都会 但能够做到在该沉默的时候沉默 才是成年人的担当 山一城 水一城 走走停停 半生已过 这一路走来吃过许多亏 受过很多委屈 也有过很多失误 后来走着走着 我们都也不愿再说什么了 但选择沉默并不是无可奈何 而是因为我们变得成熟了 往后余生 愿我们都能修一颗淡人之心 不骄不躁 不卑不亢 笑对人生的风风雨雨 经验分享就到这了 希望你能给小叔点个赞 或者留言给出你的建议 别忘了把小叔分享给你的朋友 让我们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 还没有订阅小叔的朋友 一定要记得订阅哦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